這個禮拜的疫情的情況 並沒有辦法代表 三級降到二級以後的影響 有影響可能在這個禮拜 下禮拜才能看得出來 所以讓政策的穩定性 在8月9號 並不要 並不會做大幅的改變 解封 大不易 這次莫德納比較少 所以在這四十幾萬劑 我們估大概是第九類的 有安排要打莫德納的 我的行為有88萬人 基本上大概只會達到 第九類的一部分 那八大行業真的是很抱歉 雙北現在的 飲食內容都還沒有開始 那可能還要看雙北這飲食的內容開始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上午的防疫會議中 有研議是否可以在8月10號後進一步適度的 鬆綁相關的管制措施 那想問一下說 目前的規劃是什麼 謝謝 整體在降到上禮拜 降到二級 那這一週以來沒有什麼變化 大家看到確診的暗數 確實這個禮拜也 比較少 都已經降到 應該有20天了 有連續20天 沒有超過10例的不明感染源 那上個禮拜更是降到都是5例以下 所以相關的情況都還不錯 那不過 上個禮拜的疫情的情況 並沒有辦法代表 3級降到2級以後的影響 有影響可能在這個禮拜 下禮拜才能看得出來 所以讓政策的穩定性 在8月9號 並不要 並不會做大幅的改變 解封大不易 解封大不易 因為只要大家來看看這兩天在 國際或是我們周遭的相關的數字 我們當然是要非常非常的提高警覺 我們看大概現在是泰國跟馬來西亞 大概一天都1萬8 1萬7 新加坡大概120 130 那澳洲大概是220 2到250之間 這些都是跟我們比較接近的 香港 澳門的情況 當然現在目前是很好 那不過這些相關國家其實都往上升 那以色列從那時候打了還準備要打 第三劑疫苗 因為他們也大概現在有 1,700到2,200 這樣的一個數目 所以這些都是 大家在面臨這個 變化多端的一個疫情裡面 在我的觀察 不管是你疫苗打到多少 如果把解封指數降到一定的程度 那都會看起來都有另外的一波 但是維持一定強度的一個管理措施 那再配合這疫苗都會有好的效果 所以是說在二級的這樣的一個下 8月9號維持二級的警戒 那這是必然的 我們目前扣掉4類能夠打到莫德納疫苗 第二劑的人 現在到底是總共是有多少 那我們 估算說 已經打第一劑莫德納疫苗沒有第二劑 可以打的人大概有多少 那未來 如果超過10到12週 莫德納疫苗還沒有進來 我們有替代方案嗎 第二劑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在10到12週 那當然我們現在也在收集相關的意見 還有一些國際的資料 那專家在研究 我們以10到12週為一個目標 但是也不排除把時間拉得更長 因為我們的目標 是要廣泛的把第一劑的人口的涵蓋率 能夠涵蓋得更多 更好 然後第二個在打第二劑 在這一批裡面準備 準備 不是這一輪 下一輪準備要打莫德納的時候 到目前如果進貨沒有特別的一個改變 或是一個旌旗 那大致上我們再打一二三類 然後加上孕婦的第二劑 這是我們希望他 在四週裡面去完成的 大概有將近7萬人左右 然後另外有7萬人是65歲以上的 然後其他可以放在預約平台 大概是42萬劑 這個莫德納這一次 我們的主要除了剛剛講的 第一類到第三類跟孕婦的第二劑 那另外呢 我們會打第九類 那這次莫德納比較少 所以在這四十幾萬劑 我們估大概是第九類的 有安排要打莫德納的 我大概有88萬人 所以基本 基本上大概只會打到 第九類的一部分 可能會排到第九 但這是一個 預估值啦 應該是會打到莫德納 打 第九類的 打到大概50多歲的人 高端疫苗的部分嘛 會等到一定的量 然後才會放到平台上面 那所謂這個一定的量的下限是多少 就是起碼要有多少 才會放到平台上 那昨天大家問我說到底有多少量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完全的掌握 那 那最近他們在上個禮拜六 應該禮拜六 這樣有封籤的一部分 有封籤的大概26萬劑 有26萬劑 那接下來還繼續要廠商要繼續送 那我們要看看下面一批一批的到一定的量 那我們就準備 來做這個 我們應該放在我們的公費疫苗裡面 排入我們的預約系統 來做施打 大概五六十萬我們就會開始了 那如果說二十幾萬來開始 那真的很難分 大家施打上 那時間上如果在五六十萬大概有一定量的 可以來做一個分配 那時候我們就會開始來做 之後有可能會再 看這個疫情狀況來開放更多的行業 那不知道 像是電子遊戲有異常 或者是KTV等八大行業 會不會有這個戴口罩 然後重新開業的機會 那八大行業真的是很抱歉 八大行業真的很抱歉 現在 雙北現在的 飲食內用的還沒有開始 那可能還要看雙北這飲食的內用開始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才會有進一步的 這些八大行業 那至於說 他們說選物販賣機 就是這些 這些娃娃街等等的 那我們也在思考 看在怎麼樣的防疫的措施下 那本來跟那個相關的業者 就是說有專人的一個看顧 那可能就可以開始 但是業者認為說專人的看顧 上 在成本或是人力上面恐怕難以負荷 那我們也在提出相關建議 那是不是可以 因為我們要的是那個清潔消毒 那怎麼樣能夠有一個 就是說旁邊有放一個乾洗手 那能夠或者外包或自己有人巡迴 去巡電 那定時去做檢查跟消消毒 這也許是一個變通的方法 不過這也請經濟部 跟相關的業者去溝通 這次參與奧運的選手表現優異 請問是否 適合舉辦觀眾會 有點類似像是世大運 當時的英雄遊行一樣 謝謝 對啦 如果這是 就是 很難 我比較想請他們來這邊幫我們代言一下 那至於說要遊行的恐怕 這就不是我做 我的那個業務範圍 那相關業務範圍 若有 特質管單位 若提出這樣的需求 那我們要看看 他的防疫的計畫 是不是可行